有出生物! 有出生物! 大家好我是赛先生 科學工場的Kevin 因應最近這段時間 大家都在家裡帶小孩 我們這一系列呢 就專門推出如何用你家 也可以找得到的東西 快速做一些有趣的科學玩具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背後的原理 那這一次為大家介紹的呢 是這個 在舟族裡面 有趣的一個 應該算是一個樂器的一種 或者是可以發出 声音的装置 但是这个东西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 它在很久之前 几千年前在各个文化 在土耳其 在澳洲都有被发现过 他们会叫做 就是牛的咆哮者 大概是这样子的翻译 那这个东西很特别 就是它可以发出像牛在咆哮 或飞机起飞的声音 那它的构造很简单 但是你要准备的东西有哪些呢 首先你要准备一支冰棒 冰棒你家一定有 或者是没有的话 你家有可能会有冰棒棍 如果你没有冰棒棍 又没有冰棒 那你就看下一集 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你家会有的 首先呢 你就把冰棒拿出来 然后直接把它吃光 大概是这样子 这一支我吃了 这一支可以 弱就好 好的 你家的小朋友 把冰棒吃完洗干净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一根冰棒棍 或者是医生的鸭舌棒也可以 但实际上啊 这个的构造啊 在真实的Rove Rove里面 周祖他们是用竹片 或是一个比较大的竹片 那在其他的原住民文化里面 会用是一些木板 然后动物的骨头也有 是比较大片的啦 但是因为越大片会越危险嘛 你想像你甩一个这么大根的一根骨头 在你家的话 大公阿嬷一定很容易受伤 所以呢 首先你拿到的这个冰棒棍 它虽然是小一点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用啦 你就用你的小刀 如果你家没小刀 那你也准备再看下一集 下一集不知道会推出什么 但是如果你家没小刀 你看看日后不知道会不会推出有一集 是不需要用小刀的 然后在上面挖个洞 快速的挖个洞之后 好啦 挖了一个洞之后呢 你就取一段棉线 棉线大概要多长呢 它大概是这样子 你越长它声音有可能会越高 但是 但是问题是你越长 困难度越高 建议建议就是你半只手背长 这不是算半只 这算一只啦 因为你的左手背长 大概是你身高的一半啦 假设我身高180 那这样子大概就是90公分吧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你在甩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去打到地上 或者是打到阿公阿嬷 如果你把它拉得很长 你在空中甩的时候 当然是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要这样子垂直面的甩的话 就很容易甩到地上了 因为你根本没那么高 然后你就把它穿过去 打个结 那刚才有说到啊 它在国外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用骨头 有可能是用大的木片 所以啊 你在打结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要预设它其实是有可能会飞出去的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的把你的结打好 OK 打好你的结之后呢 你再把多余的线剪掉 理论上 国外的Boroller 就它们的形式 大概到这里就结束了 它顶多就是在这里会套个圈圈 让东西套在手指头上的时候 不会飞走 所以它们其实是没有绑在棍子上的 只有州族的才会绑在棍子上 它们说可以用来骑雨啊 赶鸟啊 会有不同的效果 但是以国外来说啊 这样子就结束了 待会我们会测试一下这一个 那如果呢 你要体验一下州族的Aerovoo Aerovoo的部分呢 你就再把它绑在一根小木棍上 或者是你家的哨把上 看你家到底有多大 你就可以绑在不同的尺寸的东西上 然后就等于是 你把这一端再把它绑上来之后呢 你可以用胶带再把它黏好 不然你阿公阿嬷也很危险 孙子在甩的时候 受伤的都是阿公阿嬷 所以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待会就为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之间的差别 好的 如果我们这边没有绑棍子的话 我们成为Bullroller 那它怎么使用呢 原则上你再去拿起来甩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些小诀窍 就是你要稍微让它绕圈圈 让绳子稍微是扭转的 扭转了之后呢 你再把它 大家有听到一个声音吗 当然也可以绕在头上转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绕在头上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原理是这样子 如果冰棒棍它都不扭转 它就是平平的飞的话 假设我这样子甩 它就会在一个平面上面飞 就在一个水平面上面飞 飞得很漂亮 那它就会在这个上面 它会飞成这个漏斗状 或飞成这个漏斗状的时候呢 它刚好会扭转 又拉绳子 然后整个又啪啪啪啪啪 这样子会发出声音 所以待会我拿到头上转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看到它是 一下子这样子转 然后一下子这样子转 哎呀我要蹲下来是不是 有没有它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好的 因为这样子用手旋转很累啦 但是因为如果你的线很长 然后这边很重是一个木板 所以有些人会用塑胶尺 如果你叫塑胶尺 在塑胶尺上面挖个洞也可以 那只是对你的阿公阿妈来说 又更危险的一点 那也有人用铁齿 因为铁齿本身上面就有洞了 那就危险的不得了 然后就千万不要给小朋友尝试 但是声音就会变得很大声很大声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太累了 所以我推测的周祖 就是这样子才做出了 欸咯咯咯咯 然后就绑了一个棒子之后呢 让它甩起来变得好甩很多 你还是让它绳子扭曲一下 再一次再一次 这是一外一内一上一下的过程中啊 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你到时候你们在家里玩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会发出飞机的声音 这个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你如果是用冰棒棍做的话 顶多就是被冰棒棍打到 所以危险程度应该还算可以 如果你在家真的都没有事情做的话 吃完冰棒记得赶快把它做成了 ElloVooVoo 谢谢大家